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 关于教会的合一 我们在上一堂的信息里面 谈到保罗 在第一节里面 首先提到一个大原则 就是我们行事为人 必须跟我们所蒙的呼召相称 这个大原则不单是第四章第一节 第一到第十六节这里讲到的大原则而已 其实这个的原则也发现 是整个第四章以后都一直在出现的 因为接着下来我们所看到 都是关于我们作为一个信徒 怎么样行事为人 但是在第一到第十六节这里很明显 整个的焦点是先放在谈论教会的合一 这个事情上 我记得在上一堂信息过后 就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说 他讲牧师这个题目 没有多少人敢讲 我就觉得有什么难呢 这个圣经是这样子写 我们就照讲 这个事情过后 就发现真的很难 因为那一个主日过后呢 我就真的是陷入一个很扎心 很头痛 很烦恼的一个的事情 什么事情就不需要讲了 但是暂时解决了 不过真的就体验到 当你讲合一 就给你考验了 所以有时候上帝也是很喜欢开玩笑的 你讲什么呢 他就给你什么东西来学习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不要讲得最好了 但是神的话也就摆在这里 我们还是要去面对他 还是要去学习 那我们就在经文里面 上一堂也看到 保罗接着就提到一些方法 比较实际可用的 就在第二第三节里面提到 我们在人的关系里面 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来保持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合一 所以这个我就不再需要重复了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个的经文 那紧接着下来 我们就从第四到第六节里面 看见保罗去到另外一个的课题 谈到一 万 他用了七个的一 来帮助我们去明白或者去思想 所谓的合一 我们的基础到底建立在哪里 这个是第四到第六节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去学习和探讨的 从这里 我们如果注意的话 你会发现 这里的七个一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三个主题 或者三个段落 第一个里面是讲到圣灵 第二个是讲到圣子 第三是讲到圣父 所以我们就会依据这一个的排序 来去探讨这一段的经文 有人认为 第四到第六节 这一段经文是当时教会崇拜里面 所用的一首的颂诗 就是赞美诗 好像三一颂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也发现可能是这样 但有可能也不是这样 因为他跟我们一般上所谈的三一颂 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的三一颂是圣父圣子圣灵 是这样的一个的排序 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保罗在这里是先谈到圣灵 圣子 然后才谈到圣父 为什么他要先谈到圣灵呢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前面第三节我们说了 他指到这个的合一 是圣灵所赐的 他已经谈到圣灵赐给我们合一 所以延续这样的一个的思路 他就先谈到圣灵 这个是比较有可能的解答了 关于为什么他要谈到这几点 灵里的合一 在圣子里面的合一 圣父赐给我们的合一 其实这个概念 首先我们谈圣灵 这个概念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 早已经提到了 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第十八节 保罗已经说 因为我们双方借着他 在同一位圣灵里 得以进到父面前 同一位圣灵 一个圣灵 One Spirit 已经提到了 这样的概念 同样 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第十三节那里看到 他说 我们无论是希腊人 是维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并且共享这位圣灵 意思是说 我们蒙照 以致得救 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都是因为同一位圣灵 感动我们 感动你的灵 跟感动我的灵 是同一个圣灵 不是别的 所以我们是同一个圣灵 感动 被护照 然后成为 基督教会的一份子 所以这里也提到 一个身体 所以这个概念 在以弗所说这里 又再提到 我们蒙照 进入一个身体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在地上 我们需要理解 我们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教会 对吗 有A 有B 有C 教会 但是 在属灵的理解上 我们都是同一位圣灵 呼召 感动 我们信主 建立主的教会 所以虽然在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教会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 是一个的身体 所以这个的概念 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去理解 一个是个体 Individual 但是另外一个呢 是这一些都在基督里 在圣灵里 我们成为了一个的身体 一指望 指的就是 简单来讲 我们得救的盼望 我们的救恩 我们将来在天上的赏赐 所以 如果从以福所述的整个段落 或者整个的概念来看 保罗在这里讲的指望 也可能是参考或者refer 回去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二节里面 他已经讲到的 神呼召我们 就是要我们同得基业 然后在适当的日子 保罗说 在适当的日子 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 要同归于一 这个是盼望 我们的指望 我们信主的盼望 我想 这一段里面 这样一个概念的理解 至少对我来说 有一点点的释然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同样的困惑 在你的信仰里面 那就是 你有没有曾经问过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宗派 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还是你觉得没有关系的 不管我是 或者可能你没有问过 但你有没有被人问过 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讲 我们是基督徒 你的朋友可能会问你 你是哪一个教会 你去某一个教会 你的教会 跟那个隔壁的教会 有什么不同 我们就start了 谁咯 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咯 隔壁是隔壁的 我们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讲不出来 或者我们可能 也意识到 那个背后的 所谓的问题的严重性 就是 你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吗 都是敬拜上帝的吗 为什么要分两个呢 你们两个建筑不可以合拼吗 不可以在一起吗 这样子 这个问题我想 很多人都曾经困扰 或者你还在问着 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想今天这段经文 在某个程度上 至少 至少 我说 至少帮助我们 有一点点的 释然 保罗说了 我们再讲 在灵里 我们是 合一的 我们 早就 已经是 这个 基督身体的 一份子 不论你是哪一个宗派 我们都在基督里 从属灵的角度来想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在圣灵里 在 圣父的 这个 保守底下 我们都已经是在 一个身体里面 但是 我们也相信说 这些不同 宗派的 产生 或者说 不同教会的 设立 有神自己的 意识 为了要服事 可能 当时的需要 某个群体的需要 某个世代的 需要 所以 这是神容许发生的 我们再从 保罗也很喜欢 用的一个例子 就是肢体 我们身体的 肢体的例子 来理解 神 或者我们的身体 有不同的结构 有手 有脚 有眼睛 嘴巴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吗 就是说 不同的宗派 代表着 不同的肢体 有不同的功用 不同的世代 他在做着 那一个的事情 所以 脚 有脚 要做的事情 手 有手 要做的事情 所以 手呢 你不能够 勉强脚 要长得 跟手 一模一样 对 我们今天 谈合一的时候 谈教会的合一 或者谈这个 为什么这么多宗派呢 为什么隔壁 那个教会 不能跟你 合并在一起呢 因为我们很常 就是想了 怎样呢 我要把这只脚 改装到很像手一样 你要明白 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 那个背后的困难 是很大的 这是想象 如果我们说真的 要跟隔壁的教堂 合一 跟隔壁的宗派 合一都好 那么 到底谁要像谁呢 你要像他 还是他要像你 你的崇拜模式 要跟他的 还是他要跟你的 我们可能会讲 看谁大咯 看谁的会有多咯 是不是 那弟兄姐妹 你搞到来 其实也是不合一的 其实我们就 从这个角度理解 手就是手 脚就是脚 你不能逼他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脚有脚的function 神给他存在在那里 他有他要去做的事情 手 如果你是一只手 你就做手 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神给你的特质 我想从这个的角度 去理解 合一的时候 会帮助我们 释然不少 另外 记得 耶稣的门徒 约翰 曾经讲过这一句话 有一次 约翰就对耶稣说 他讲 老师 我们看见一个人 奉你的名 赶鬼 我就阻止他们 因为他不跟我们买对的 这个人不是跟我们 没有跟耶稣 没有做门徒的 但是他奉你的名 赶鬼 我们就阻止他 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说 不要阻止他 只要他不抵挡我们 就是帮助我们的 只要他不是来攻击我们的 你为什么要去抵挡他呢 其实他也在传着福音 他也在宣扬着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是保守 或者保持合一 不要做彼此拆毁功绩的工作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不然神的教会 就真的 给外面的人看起来 就真的是好像 大家在打对台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 持守的原则 接着我们谈了圣灵 保罗就来到谈圣子 他谈这里的组合 就一组一信一喜 主这个字眼 在当时 其实在旧约里面 是用在上帝 耶稣上帝的身上 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的标题 这个的贤头 这个的主 就直接用在耶稣的身上 特别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看到他是这样子使用的 在以福所书里面 他也多次 称耶稣为主 这些经文 你都可以去参考 他知道 这个教会 是主的教会 他也在祷告里面 称耶稣为主 他自己 也称是为主 做囚徒的使徒 所以他称耶稣为主 我们 从这个角度 来说 在这一段 他谈到一主一信一喜 那个焦点 是谈到圣子 就不足为奇了 他谈到 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 这里也给我们看到 我们的整个信仰根基 就是建立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为什么他要 接着下来谈圣子 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 我们 既然是信靠同一位主 这个信 就是指我们 所信的福音的内容 我们所信的福音内容 就只有一个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 吩咐 也是一样的 他没有跟你讲 这一套 然后跟另外一个人 讲那一套 他没有跟你说 你要得救 需要做这个 然后跟你讲 你要得救 又需要做另外一个 我们 所有的福音内容 都是一样的 都因为 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 成了主里面的一家人 至于喜 一喜 就是指一个人 任性的自然结果 当你信主的时候 跟着下来的一个表现 就是你会借着洗礼 来表达你的认真 你对这个信仰的尾声 保罗也在 罗马书第六章 第三节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们这受洗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就是受洗 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由此可见 洗礼 是我们整个信仰的 一个 表达 表达我们 归入 主的名下 也表达我们 老我的生命 救我的生命 也跟耶稣基督 同埋葬了 同死了 所以现在 活着的 不再是 旧有的我们 是新造的人 所以这个是整个洗礼 背后的意义 这个我想我们都懂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洗礼呢 他不是一个得救的 怎么说 他不是代表你洗礼就得救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但是他是一个得救的人 必然会做的一个宣告 外在的一个表现 来表达他的认真 他对这个信仰的伪生 可以吗 就说 比如说我们结婚 其实结婚 一定要白酒吗 一定要走教堂吗 你可以不要走的 没有问题 只要去政府那边 签个字 政府承认你是夫妻 我们也不能反对你 所以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搞这么多呢 又走教堂 又白酒 又全 汉包 这个 以骂姑姐全部叫来呢 因为这个的举动 就是一个 标志 向所有人宣告 我们结婚了 这样子 所以洗礼也是如此 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讲 信主我信啊 我心里信啊 我不用跟人家讲的 我静静信 我有来 我有来聚会 我有奉献 我什么都做了 其实OK的 我觉得是OK的 如果你真的是说 心里面相信 认真遵守 是好的 但是洗礼的重要性就是 我们表示 这一个的信仰 我们认真愿意去跟随 OK 所以 今天不是洗礼 但是 我们很快就会 公开报名洗礼 所以请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在四月份 我们公开报名洗礼的时候 大家来回应 那 如果是这样 可能我们又会问一个的问题 我们都是一主一信一喜 那么我们在正道上 其实就应该是合一 对吗 但是为什么我们 还是面对这个的困难呢 其实今天真的 这个的课题是非常遗憾的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很多人 对一些的事情 或者一些的课题 认识争论不休 其实有一些的信仰课题 是不关乎生死的 所谓的生死 就是不关乎你的 属灵生命的生死 你相信这套 跟你不相信这套 是不会影响你的救恩 就比如刚才我已经说了 洗礼 其实它并不是 决定你是否得救 所以如果你能够理解这一点 你不会太过纠结于 我怎么洗的 因为的确今天 有很多人是很纠结于 到底我是怎么洗礼的 因为有一些宗派 是强调你必须敬礼的 你必须整个人敬在水里 这个才是符合圣经 因为耶稣也是这样子洗吗 他们的强调点是这样 argument是这样 因为耶稣也是这样子洗礼 所以好像我们为你公会 就好像不太complete 因为你没有敬在水里 牧师只是给你两滴水 所以这两滴水洗得 够不够干净 就很有问题了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就纠结在这样的一个课题上 吵啊吵啊吵啊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在说 如果你明白那个洗礼背后 它不关你的生死 它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迹 表示你的任性 那你不会去argue 但是有一些的确很argue的 所以有一些的教会你去 你要注意 你说你已经受洗 他就会问你是怎么洗的 如果你是为理工会 我们这样子洗 你还要再洗多一次的 真的 有一些教会是强调 你要再洗的 重洗 所以这个是不同中派 当然我们也不要去评论 他对还是错 我只是要说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如果你是真的觉得 要去那个教会 很靠近你 很好 那个教会我很想尾声 他要求你这样子洗 你就跟 因为你想要在那里 你就不要去argue 就入乡随俗了 但是你在这里 你就不要argue 牧师我一定要进的 你就不跟我argue了 你来了这里 我们是这样子洗的 你就配合入乡随俗了 当然为什么 这些各中派 有各不同的立场 是要拍摸金穹 是要有它的历史的 如果你对这方面很有兴趣 这里预先打个广告 我们五月份 我们的何牧师 就会讲这一堂的信息 不同中派的源起 Origin of不同的denominations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我们还没有开始报名 都不过我打广告先 所以有兴趣的 到时我们报名一出来 就请你们踊跃 来报名 来认识一下 为什么有不同的中派 他们里面有什么 不同的信仰立场 我们可以稍微认识一下 也对你以后 被人家问的时候 或多或少 有些帮助的 其实我们发现今天 我在说 那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彼此 攻击的情况 我记得我自己 曾经在 跟会友上 洗礼课程的时候 那一个会友 他就这样子跟我回应 他说 牧师我曾经去过别的教会 然后因为他现在要过来这里 要洗礼要转会 那么他就跟那个的牧师说 他现在要来了某某的教会 然后那牧师一听到 是去卫理工会 那他的牧师就跟他想 你不要去啦 卫理工会你来我这里 不要去卫理工会 然后我就问他 那个牧师给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说 卫理工会的牧师 没有流斗的 没有流斗 没有料的 你来我这里 大概你知道他讲 他那个去的教会 大概是什么背景 他们的那个所谓流斗 是说 你的牧师又不会讲方言 又不会这个 又不会那个 所以 没有流斗 所以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今天 真的 在讲合一的这个课题上 我们面对最大的冲击 就是那个的 彼此毁谤 所以 盼望 盼望 每家堂的会友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千万不要做 这样的事情就好了 你可能对人家不熟悉 也不要紧 我们就不要去 破坏 攻击别人 好 再来 最后一个的段落 讲到圣父 保罗以这个 一位上帝 作为这个段落的总结 这里有一点很像 生命记第六章 诗节的那个什么 就是说 以色列你要听 也要华上帝生 独一的主 这里就提到 我们的圣父 他提到 父 是一个关系 首先 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跟神 是有亲密关系的 再来 他就为这个的圣父 提到几个的描述点 他提到说 这位的圣父 是超越万有的 超越万有的 超越万有 简单来讲 就是神的 无所不能了 他的至高 他的能力 他的伟大 他是 超越万有的 第二个的 形容 形容这位的父 他是 贯通万有的 简单来讲 就是神的 无所不在 through all 他是 above all over all 是我们至高的上帝 然后他也是贯通 在哪里呢 神都可以存在的 这个的 贯通万有 然后呢 他也讲到呢 这位神 是在 万有 之中的 in all 在 每一个人 的生命里 所以这里 也给我们看到 为什么他提到 父呢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亲密的关系 神 住在 我们里面 神内住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这位的上帝 是 多么的伟大 但是伟大到 一个地步呢 他又愿意 跟你和我 住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可以 想象 或者说 其实也很难想象 这位的上帝 是多么的棒 他又这么的荣耀 这么的伟大 但是这位的上帝 却又那么的 爱我们 愿意 跟你和我 住在我们里面 你想一下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里面 有什么东西 可能一大堆的问题 一大堆的污秽 但是这位神 愿意 与我们同在 愿意来帮助我们 所以这里 就给我们看到 是这位父 保罗对父的形容 其实为什么 他要 谈到 这些东西呢 圣灵 圣子 圣父呢 我们再把这三点 再来做一个的总结 或者做一个的思考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理解 保罗的意思 其实保罗在这里 他不是要 单单讲一个 三位一体上帝的概念 虽然有这样的成分 不过他在这里的重点 不是在讨论 三位一体的上帝 他在这里的重点 是在提醒我们 这一个的信仰 这一份的救恩 是 借着这位的上帝 三位一体的上帝 为我们 成立的 建立的 这个的信仰基础 虽然里面没有提到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的复活 但是 他提到的 一指望 一信 一喜 这个已经够了 已经是表明了 整个信仰的内容 保罗其实要帮助我们理解 当我们讲 合一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根基 必须建立在 正确的信仰基础上 不然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合一 也是会很漂浮的 你的合一 跟我的合一 可能不同标准 你讲合一的时候 你看的东西 跟我看的东西 可能是不一样 所以其实保罗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帮助我们 首先当我们讲 合一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共同的 这个是我们必须 make sure的 确保 我们有共同的信仰 我们共同信靠 这位三亿的上帝 我们的救恩 我们所领受的 都是同样的 这是我们 同样拥有的 这就是我们 可以合一的基础 所以你今天坐在这里 我今天坐在这里 你和我 我们都是 就是有这些的 共同点 所以合一 其实在这里 也给我们看到 一个 怎么样想 怎么样帮助我们 合一呢 其中一个 可以去操练 或者使用的东西 就是尽量看到 别人跟你有什么 共同的地方 这是其中一个 tricks来的 因为今天我们 很常不能合一 是因为我们常常 看到别人 跟我不同 我看到你 跟我不同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 有一个防备 这个人跟我不同的 想法跟我不同的 生活习惯 跟我不同的 一不同 我们就 他都不喜欢 吃咖喱面的 我就不要跟他了 找到一个 喜欢跟我吃咖喱面的 我们常常就是 看到不同 然后我们就block了他 OK 是他可能不喜欢 吃咖喱面 但是可能他喜欢 另外一个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跟你有同呢 那你会不会 只是因为那个不同 你就抗拒了某某人呢 所以我们尽量找 共同点 这是一个 其中一个 可以促使我们 合一的基础 所以 今天我们再说 上位体的上帝 为我们设立了 这个救恩的基础 就是要使我们 能够在圣灵里 保持合一的关系 OK 所以可能 我们的做法会不同 我们的想法会不同 但是 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学习 怎么样在这个的当中 去操练 合一的功课 而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 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有祂的美意的 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有祂的美意 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地方上 去学习 最后 当我们 还没有去谈到 怎么样 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合一的课题 可以是很大的 可大可小 大就是可以谈到 我们怎么样去 在跟别的教会 跨中派 这个合一 我们今天要多做一点 这种合一的运动 其实是好的 我们不说不好 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教会提倡 怎么样跟社区的教会 多一点的联系 办一些活动 一起做 让整个社区看到 原来教会都是一样的 其实这些活动是好的 但我要说的是 这个是很大 它可以很大 大到我们可能是 做不来的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 就先把范围缩小 我们 可能我不是那个 很有野心的人 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 我们就看教会自己好了 我们教会内部的 合一情况如何 我们教会内部的 合一情况如何 就看一看 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 关系如何 我们还没有谈到夸中派的合一 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一些人 是你已经立定心智 老死不相往来 有吗 有这样的人吗 就是某些人 你已经是 make up your mind 我死 我不会再跟他讲话了 所以我就来第一堂 因为我知道他来第二堂的 那个人去第二堂 因为他知道你来第一堂 所以好像我们老死不相往来 或者小组小组之间 有没有那一种 明争暗斗的现象 我们感谢主 最近我们的小组恢复 茶点的服饰 招待 但是我不晓得 我盼望不会是这样 就不会说小组准备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比较了 你看上个星期这样 我们要做好一点 我们不要输给别人 我是很怕这种情况 有开始有比较 有竞争 当然良性竞争是好 给我们一些良性的竞争 但是我想我们不要把它变成是一种的 分割 结党 这样的一个的情况 原来这个小组这么好的 我要去这个小组了 所以盼望 我们在教会里面 当我们讲合一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看 自己的状况如何 或者可能在我们当中 也有人是隔岸灌火的那一个 他大概看到有状况的 他看到小组小组 或者某人跟某人 或者领袖跟领袖 有一些状况 他看得出来 他就隔岸灌火了 看这个火可以烧到怎么样 他就很喜欢在那边看戏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跟我没有关系 他看了这场戏 如果整个教会真的是烧着了 大不了我就换个教会 反正吉隆坡 特别是大吉隆坡 教会一大堆 走几步路 你就可能可以找到一间教会 所以如果这间教会不合一垮了 我就换一个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你到底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 观念来看待主的教会 你在这里 你有没有记得你的责任 是要维持教会的合一 所以当如果你真的发现 教会有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想问 你在你的里面 有没有一颗召集的心 你看到这些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心痛 还是刚才我讲的 你就隔岸关火 你就事不关己 你就顶多不爽我就走 你是这样的态度吗 还是你觉得你很着急 可能你不能做什么 可能你不能做什么 可能牧师跟会有领袖打架 你做不到什么的 对不对 你可能 这两个在打架了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你不能做什么 但你可以祷告 你有没有一颗召集的心 牧师跟领袖打架了 我很召集 还是打了 看谁打死掉 你是什么心情呢 什么心态呢 盼望你对教会 有这颗召集的心 当你召集的时候 你就会愿意 接力 接力 就是 try all your effort 尽你所能的 去保守合一 尽你所能的 或者你看到别人打架了 你就不要再打了 你不知道 原来那边可以打架 这样我也打 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 我们看到一些事情 我们召集 然后我们要保持 更加的用心 借力地去保持 神所赐给我们的合一 所以 但愿神帮助我们 记得 我们合一的基础 是整个救恩的基础 神赐给我们的 这个救恩的概念 我们所信的是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主 这个是我们 不能够被妥协的 在这里再讲一讲 就是当我们讲合一的时候 不是合一到一个地步 我们妥协掉这些信仰的基础 就是说 如果你发现 有一些的教会 所传的福音 所信的 跟这个信仰的根基有不同的 我们不能够说 因为合一的关系 不要紧 我也可以跟他 friend的 有一些东西 我们不能妥协 如果你发现 他的信仰是偏离正道 这个我们就不能说 要合一了 我们就必须要保持 正确的信仰根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 这个功课上 继续学习 再说 这是不容易的 我讲了过后就有挑战 我盼望接下来没有挑战 不然我很痛苦 所以请弟兄姐妹 多多为教会 多多为牧者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